各位三位六層 觀眾大家好 我是睦睦 今天我們來到好山好水 好多溫泉的宜蘭礁溪 來這裡呢 我們要來尋找名列四大名菜 包括熊掌 魚世 海參 還有山參頭頭 這個猴頭呢 不是猴子頭那個猴頭喔 它是素有素食界牛肉之稱的 猴頭菇 既然是菇類呢 我們就要來這裡尋找一個 繼承了整個咕咕王國的咕咕公主 咕咕公主來了 咕咕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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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頭菇喜好寒冷 據說它的故鄉就在東北長白山一帶 在亞洲待的台灣 要摘中猴頭菇 可是有相當的難度喔 在這好山好水的宜蘭礁溪 據說就有人用這得天獨厚的條件 摘中猴頭菇 更可說是全台灣罕見的猴頭菇農喔 跟上冒冒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去尋找菇菇公主吧 你好 請問你是 你是老闆娘嗎 對啊 所以你就是那位傳說當中的菇菇公主 不敢當不敢當 快別這麼說 但是你現在好像在模樣 這是 菇菇公主 菇公主 菇公主 就是那個讓人聽你 長生不老的菇菇 沒錯 菇公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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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第一次看到菇菇耶 聞聞看它的味道 聞起來有那個紅棗的酸酸甜甜的香味 所以其實今天最主要呢 還是要請你幫我就是介紹一下猴頭菇 沒問題 但是為什麼你在這裡整理的是菇公主 因為我們家三代都在種菱菇 對 從我爺爺一直傳承到我媽媽 一直到傳承我們這一代 第三代了 我們已經種菱菇種了四十年了 他們都是菌類嘛 對 然後你們家就是專門做菌的專業 是 夢夢啊 別懷疑 咱們菇菇公主可不只是種猴頭菇呢 身為台灣菌月達人的第三代 除了擁有全台灣最豐富的猴頭菇農場 也擁有一大片龐大的靈芝王國 只是正逢猴頭菇盛產的寒冷季節 咱們當然也不能放過跟達人請教的好機會啊 眼前這片小土修 據說可是大有來頭喔 如果說不講呢 你一定以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土堆 但其實不是 它是我們太空包裡面的 木屑 沒錯 他說這種木屑有需要挑特別的木頭嗎 有 主要是相思木 相思木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油脂比較少 比較適合靈芝生長 所以這個是for靈芝的太空包 我們猴頭菇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木屑 因為猴頭菇比較不挑 我讓你感受一下 這個木屑 我有沒有看錯 蛤 什麼 我發現裡面有東西在動啊 真的在動耶 這個木屑 這是什麼 雞母蟲 雞母蟲 對 哇 哇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是不小心發現 發現啊 這那個 哇 哇 好大日子 我有一點緊張 這大隻 這個才是蛹而已 對 這邊你看 這是腳腳 對啊 但是為什麼啊 為什麼木屑裡面有這個 你們有養啊 像秋行蟲跟獨角仙的幼蟲 就喜歡在木屑裡面 因為牠們是吃木屑長大的 對 所以牠們會在這邊下軟 香絲樹生長在較乾旱的地方 為了減少水分蒸發量 所以有自我保護的機制 就跟仙人掌一樣 相對的 牠的木屑就會有相當高的保濕度 拿來製作猴頭褲的嬰兒床 再適合不過 和有機米糠一同加入攪拌機 嘿嘿 有再準時收看我們360行向前衝的朋友就知道 郡內生長最需要的養分就是淡素 而有機米糠則含有大量的淡素 是猴頭菇寶寶最好的保健食品 經過大機器 將米糠和木屑均勻攪拌後 接下來更是一道道繁瑣的工程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猴頭菇寶寶的嬰兒床 我們這個是叫壓包機 就是製作太空包的機器 那等一下呢 機器過來的時候 因為它每四秒就一個非常快 關鍵四秒鐘 對 沒錯 太空包出來的時候 你要拿這個塑膠套口 對 然後把它套在太空包上面 然後把它整理 整理漂亮然後放到籃子裡面 所以呢 你要記得你要快喔 不然你會拖到它後面的裝袋子的速度 這個蠻刺激的耶 沒錯 好好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3 2 1 回去 回去 我要等它直接出來了 太可愛了 那是衣包太小包 太小包了 先拿掉 好 來囉 這可以了 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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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秒 快點快點快點 4秒 來了來了來了 哎呀你看它已經開始幫你拿太空包了 這不可能 快點 1 2 3 3 來 3 1 不可能啦 再來再來 再過來 又ử� 好 你這樣子我... 你這樣子我必須幫你關ICES construct 那小姐 哈哈 超難的呀 你這壓倒 我出來 那個 你看後面已經這麼多了 挺多了 Arm м Moore就是 JAMES 耶 我不是不覺得 早點已經推了 自帶的太空包 夢夢啊 看你動腳動手的 還好有大姐的掩護 不然包到天黑也包不完 達人選用太空包栽培 而不用斷幕 除了講究環保 更能穩定品質 在猴頭骨寶寶 住進太空包前 還有個重要動作哦 這可是會影響到猴頭骨寶寶 能否順利長大的關鍵呢 這個就是消滅吸血鬼的工具 有沒有 把它盯到心臟裡面 好 沒有啦 其實我們現在是要做一個 在歡迎寶寶住進來之前的工作 對不對 那首先呢 要先用這個工具 然後去搓洞 讓裡面的太空包有空間 然後讓菌種可以接進來 是的 好 所以就是 下放下去 然後轉下 那下去轉一下 轉一下 轉一下是要為了讓裡面的太空包呢 它的密度更體質 對 讓我們的菌種可以接得更深入 可以吸收到更多的養分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嬰兒床我們要消毒 對 因為嬰兒床現在是非常的乾淨的 可是我們害怕外面的髒空氣可能會侵入 還有一些細菌啊 黴菌等等 對 對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棉花 然後來阻隔 然後它內外做一個阻隔 對 沒錯 好 這個大拇指左右大概角足的那個線的量 太多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可以 你稍微把身軟稍微中間收一下 好 大拇指往下壓 因為量多的話呢 塞不太進去 對 量少的話沒有辦法有效的阻隔 對 沒錯 好 所以這個量很重要的大拇指回中心點 往下塞 然後塞 但是塞就很漂亮 這樣很漂亮 真的嗎 但是要怎麼樣檢視它是不是剛好 然後塞得漂亮呢 就是要再拿起來看一下 屁股是至圓圓的 如果有圓圓的翹臀的話 就是代表我們塞得很好 對 OK 很標準 同時我們也不能夠塞得太裡面 因為到時候要接近的時候 會不好把棉花拿起來 對 沒錯 夢中啦 棉花 就是猴頭骨寶寶的天然守護者 經過一整天的靜置 等待太空包裡的環境穩定後 就可以來催生猴頭骨寶寶囉 只是啊 這大人千膠帶萬膠帶 執俊前除了要有酒精殺菌外 進入無塵室後 更是嚴峻吐落半個字 半句話 終於完成手術了 好辛苦喔 其實呢 剛剛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手術過程 沒錯 就是將我們的菌腫把它植入到嬰兒床太空包裡面 對 然後其實這個過程是很嚴謹的 因為我們要保持空氣當中 是無菌的狀態 所以連話都不能講 對 沒錯 而且其實啊 剛剛我們的菇公主就跟我說 就連我那個湯匙 就是在接菌的時候 盡量讓湯匙不要接觸到空氣裡 對 沒錯 盡量保留在瓶子裡面 嗯 然後量你要保持得要抓得非常的好 對 那我們非常仔細的接完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太空包送 火頭菇寶寶寶送到她的房間裡啦 但是呢 我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菇菇公主會回來繼承家業 對 那個時候是 在台北上班了兩三年之後 因為像這種勞力密集的工作 都需要人手的嘛 所以家裡的長輩就希望說 欸 你現在也在外面打滾一陣子啦 那該回來囉這樣 向我招手 對 可是能夠就回來其實不容易 因為你看這個環境跟在台北市上班 那是截然不同的節奏和步調 對 完全不一樣 從小也知道說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 而且她是一個家傳的等於是主業了 對 因為我從小就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所以其實常常接觸這樣的環境 也知道她的辛苦跟難處 我們還有兩個弟弟 可是因為他們對這一塊比較沒有興趣 所以就只好有我這個長男 回來繼承家業 是長男嗎 長男 不會啦 我們是公主 公主 工人啊 想哭的時候會有嗎 會有啊 因為家裡很大吧 有有有 因為每天工作很勞累 真的很勞累 身體上加心理上 其實沒有朋友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會覺得 啊 我會扣誰人家 現在就是靠我們的姑姑公主 一手來把這個王國支撐起來 撐這樣子 撐 我叫妳的朋友 好 好 韓瑜雖然戲稱自己是公園 但是在工作的當下 眼神總不時流露出對美女躲進的關愛 還有肩膀上那份沉澱澱的責任感 青年級生的韓瑜 年輕 活潑 卻又穩重 一個王國繼承者的派世 從內在油然而生 每逗了東春交會之際 就是猴頭菇成熟的季節 夢夢啊 根據韓瑜來採收去年鋪種的猴頭菇 一窺這長白山名菜的真面目 這個就是所謂猴頭菇的溫室了對不對 對 很不錯 我想先問一下 猴頭菇它的德名 是不是跟它的形狀 外型有關 因為它長得很像長壁圓的後腦勺 所以它才叫猴頭菇 有 有像猴子的後腦 叫長壁圓的什麼 可是它頭髮還不夠長 頭髮還不夠長 我可以摸摸看嗎 可以啊 輕輕的 算是短髮 短髮的這個 短髮長壁圓 短髮長壁圓 那摸起來就是 軟軟刺刺的 有一點海底世界生物的感覺 像海生 我覺得有點像海星 對 海星 因為這個都短短硬硬的 那像這個是短髮的對不對 對 還不能採喔 還不能採 所以要長髮才可以採 長髮 長髮 那幫我來找一朵長髮的紅頭菇 我們來找一個長髮的紅頭菇 一頭秀髮的 好 沒問題 好 就它了 這個 好 來 等一下 有 有 這個角度這樣子有沒有看 就是像 那個 長壁圓的後腦勺 頭髮長出來那個觸感就不太一樣 對 其實這樣子摸起來 真的就很像那個 海底的珊瑚 就像海生啊 尤其是毛長出來那個感覺 對 你會覺得如果說現在放在水裡面 它這個會動 有沒有 會這樣 有 有點恐怖的感覺 不會 它更可愛 那個松露 松露 我覺得有 怎麼 你的意思是不同意嗎 那不然就怎麼味道 頭頭菇的味道 背 不好意思 我把湯汁用它的0.3公升 鎖在裡面 對 鎖在裡面 吸在裡面 所以它那個湯汁一出來的感覺 更濃厚 不是 嗯 像很鎖在一起 有螢蟻 有人說 那麼幅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